赶紧持续来关注 今夏海域陆船翻覆事件 在历经了15次的协商 还是没有结果 陆方死者家属今天 前往殡影馆上乡之后 是随即搭船离开金门返回大陆 那除了婉拒20万元 人民币的慰问金之外 全州台办副主任李朝辉 更痛批民进党政府没有诚意 后果将自负 连线给记者陈婷宇 好了 主播 今夏海域陆船翻覆两死事件 海群署和陆方代表 在进行了15次协商之后 仍然僵持不下没有结果 家属和陆方代表 今天在离开金门前 特地前往殡影馆碾乡 也让一向低调不说话的家属 在临堂前世痛苦时针 台湾方面参加协商的人议员 3月3日离开金门 至今没有返回 这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 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留在金门 由此造成的后果 由民进党当局负责 大陆方面的代表认为台湾政府方面 没有对发生的原因给出真相 说法还一变再变 而且参加协商人员还离开金门 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后果将由民进党政府负责 对此海巡署也给出回应 应该不是这样 应该不是这样 我们还是继续在处理这一块 好不好 那请问一下家属回去了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还有保留一个联系的一个管道 好不好 谢谢 我们这个谈判的这个 这个协商的门不会 我们不希望会关起来 海巡署金门彭分署长表示 这并不是事实 目前都还在持续沟通协调中 而在殡议馆现场 原本打算送魏文金20万人民币给家属 但却遭到家属拒绝 而陆方代表一行人 则脸色凝重的搭乘下午两点的船班 离开金门 让后续协商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以上就是这首掌握到最新情形 将时间镜头交换给同理主播 管毕林在周一前往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被询 期间和多名栏尾发生了激烈交锋 而认识管毕林很久的陈学胜就指出 大家都说红袖柱是小辣椒 但管毕林在过去曾经打过红袖柱巴掌 因此陈学胜也要提醒 国民党新科立委对付管毕林 一定要做足事前的功课 否则恐怕占不到便宜 好 再来持续关注的 还是陆传翻覆两死事件 内政委员会邀请到海委会陆委会专案报告 但是管毕林坚持报告的题目 应该是取缔大陆级快艇事故案 好 引发了争议 而时事评论员黄阳明就分析 管毕林他是想要另一辟新的战场 来转移国民党追真相的焦点 因此我们看到隔天各大报的头版 都是民进党直询真相的新闻 某种程度上海委会的主张得到了澄清 国民党也掉进了陷阱 他叫做 这个叫唯未就造 我开一个新战场 你们来打我的新战场 真相这个战场你们就离开了 然后真相这个战场 我们让民进党的立委来直询 我来告诉你我们海巡的版本 所以今天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 刚刚提到这个联合报的头版 联合报的头版全部是民进党立委咨询 然后呢海巡署长去回答整个过程 那你就会发现说 真相这件事情海巡署的定位 会透过媒体大篇幅的报道的时候 这个孟城主张海委会他就主张 他的主张就得到澄清了 管毕林他昨天很他非常的 你孟城你不得不说管妈真的是很厉害 他先用这个讯息去跟高津道歉 说他这个说我非常失礼 上其量查 那高津也说他接受 他在这个部分突然身段转软 那目标为何 目标就是希望这个会议继续进行 而昨天国民党立委提出的所有提案 都没有讨论 昨天国民党本来一副 那个磨刀霍霍就是要怎么修理人 没有最后四个提案全部没有讨论 而且呢这些提案明明没有讨论 然后呢自由时报还要你看 我给大家看这个标题 什么叫做到底是哪国立委 你看这个提案根本没有讨论 进推钓越小组 带风向到底是哪一国 你看就是他们绿媒已经设定好 要把这个议题变成所谓的抗中保台的议题 所以我说国民党跟民众党 某种程度上就中了这个计 今天要来继续追 是这个惊吓渔船事件 今天整整进入到第15天了 有没有影像 现在呢 管碧玲说没有 海巡署昨天不小心脱口而出 说有 虽然呢后来说这个此影像非比影像 不过这背后到底关乎了谁的阴谋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赖清德新内阁名单 现在网路上曝光 有人流有人走 要带您读懂战狼们的演出 在这段看守内阁期间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好我们先回过头来看 这整起的渔船事件 其实呢就在刚刚下午2点的时候呢 陆方代表已经全体回到大陆了 因为谈不下去了 刚才说到今天已经是第15天了 第15次的谈判依旧破裂 等不到一句道歉 好看到这个渔船罹难者家属说 台湾方面没有人愿意承担 连基本的道歉还是等不到 这个泉州台办副主任 也说了15天的过去了 只看到呢台湾方面当局是谎话连篇 而且根本没有道歉的诚意 家属们也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了 接下来会是什么走向 还有刚才说到 有没有影像又改口了 虽然海巡书面解释 是雷达航机影像 并不是执法的影像 不过整个过程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整个政府的对外沟通 已经开始出现错乱了 基本上我们看到整个海巡署 跟海委会的处理是遮遮掩掩 到底在掩盖什么真相 不管是全台湾的民众 还有全球很多友人 都很关心惊吓的冲突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 在讲到说在整个过程中 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真相关乎台湾在全球的幸运 reputation 这reputation不能遮遮掩掩 也不能就是把这个掩盖 真相就这样掩盖 我们看到 其实不管是管碧玲 他根本就是很油条的 在跟整个立委在咨询的过程中 一直在避重就轻 而且在玩文字游戏 举例来说 昨天这个管碧玲 跟周美武讲说有影像 各位好朋友 大家在讲了很久的影像 就是讲说CP-1051 这个船舰上在追踪的过程中 你的密录器 整个在追踪的影像 有没有这个影像 结果昨天竟然 大家在讨论的是 这个密录器的影像 而周美武讲的是 雷达轨迹及影像 但我想说到底汉 有没有这个汉字就差很多 汉就代表说你有雷达的轨迹 也有这个密录器的影像 可是到最后 竟然只有雷达轨迹的影像 所以可以看出中美武 跟这个管碧玲 你就在混时间 混时间 然后玩这个文字游戏 一下有 一下没有 所以我觉得呢 民众只是需要一个真相 说真的取缔三五船 没有问题 没有人苛责海巡基层的同仁 我们全力支持海巡基层的同仁 而且马政府执政时期 还做得比你更严格 做得比你更好 可是这件事情 最大的争端是 已经出现了两条人命 这两条人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任何一个争端出现的人命 就必须要有真相 这个真相如果没有出来 任谁都没有办法来 来同理心来对待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不只是两岸的问题 其实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台湾必须好好地跟中国大陆 来解决这个争端 因为这牵扯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 如果两岸未来这种小规模的争端 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话 会不会变成插箱走火 甚至引发战争的可能性 这是连国务院 连所有各界全球的智库 都是关心的要点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变成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